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四字五動物界 那同學,這個單元跟前面的幾個單元都很類似的學法 因為他們都很細、很雜 那這個單元應該叫做分類學 所以很重要的幾個概念讓你知道一下 你要學第四章,我們已經最後一個單元叫做動物界 要學到這個單元,你需要問三件事情 第一個,這些有共同的什麼? 共同的什麼? 共同的什麼? 共同的特徵 比方說昆蟲有什麼共同的特徵? 都是幾條腿? 六條腿 就是它共同的特徵 那比方說水母還有海葵,它們都有助手 那也是一個共同的特徵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知道它的共同的特徵是什麼 第二個,你要問的問題是它有怎麼樣的種類 就是類卷 比方說昆蟲誘分,有未飛的蝴蝶 也有像是甲蟲 還有像是炸蟲那類的 還有像是蜜蜂那類的 所以它有分類,這些叫做分類的方式 就是種類 種類就是牽涉到它的分類 幾分類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能夠回答這三件事情就可以 這個單元就學得非常好 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學了那麼多,就要跟我們人有怎麼樣的 關心應用 你剛說蚊子跟你有什麼關係? 吸引我 會吸你的血,而且不但吸引起來會做什麼事? 傳染病 不會吸油 如果你可以找到吸油的蚊子應該大喊得瘦吧 它會傳染疾病,比方說我們學過虐疾 分隔熱 還有最近很流行的滋卡病 小頭症 就是那個嬰兒的頭會變小 對 所以 對 那這只是其中的應用 那比方說水母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有沒有吃過水母? 海哲餅 海哲餅 所以 會有一些相關的應用 老師,海哲餅是不是水母? 不是,是水母 好,所以同學 這個學好一個單元要問三個問題 再講一次 特徵 分類 種類跟什麼應用 像你學植物界也是一樣對不對 植物界也有特徵嘛 像蘿子植物就是什麼? 都是結種子對不對 球果對不對 然後它應用是跟 也許可以吃對不對 可以做木材 所以你如果每個單元就這樣學 你就會學得很好 可以記得很久 那當然最後我們要把它畫成什麼呢? 心字圖 心字圖 心字圖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為什麼呢? 它強調的是關鍵字跟什麼? 圖 對不對 有文字又有什麼呢? 圖像 又圖像 為什麼要有圖像呢? 有同學說你不喜歡畫圖 幫助圖 對 因為同學 我們的腦部是 有些是屬於圖像式思考對不對 有些是屬於文字抽象思考 有些是屬於聲音對不對 那我們至少可以 聲音的話是透過什麼討論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 那你可以畫圖 是基底的左右腦 對不對 還有文字 關鍵字 字越少越好 但是都要有關鍵字 那其實我們簡單說一下 它的畫法怎麼樣 比方說 我們等一下的主題呢 主要是無脊椎動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門都要換成這個門 沒有 我們把無脊椎畫在一起 然後把脊椎都畫在一起 好 那無脊椎動物其實分成六個門 各門有哪六個門呢? 什麼 刺濕包 第一個叫刺濕包 第二個叫什麼? 扁形 再來呢? 軟體 再來? 環節 再來? 節肢 再來? 脊椎 對,這些叫做無脊椎動物 因為它們都沒有什麼? 脊椎 沒有脊椎對不對 好,那西式題材怎麼畫呢? 同學還記得嗎? 就是由粗 畫到什麼呢? 細 粗的地方代表是主軸對不對 比方說這邊叫做刺濕包 好 那比方說這一條叫做扁形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刺濕包可以分對不對 比方說分為它的特徵對不對 特徵有什麼特徵呢? 都是肉食 比方說它有什麼呢? 有觸手對不對? 然後住在水裡面 有淡水的跟海水 都是肉食器對不對? 還有別的 還有它的消化道只有一個開口對不對? 就是它沒有肛門啊 簡單就是它沒有肛門 無肛動物 無肛動物 油肛 油肛 不是月球上面的無肛 它會吐嗎? 無肛 會啊 它就只要咬不出來 無肛跟越南 這不重點 再來呢 還可以怎麼樣? 剛剛說你至少可以包含一個特徵 第二是什麼? 種類 種類它會分成兩種 一種是海水的 一種是什麼呢? 淡水的 海水的跟淡水的 海水又可以分三種 就是水母 海葵 珊瑚 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應用呢? 有啊 應用是什麼呢? 比方說珊瑚的話就是 我們很多魚都是從珊瑚礁那邊補過來對不對? 珊瑚 還有像是 比方說水母可以吃對不對? 海葵跟賊有關呢? Nemo 小丑魚 趕快又是Nemo 你的經歷 好 所以 一個樹就可以怎麼樣? 再分出去很多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特徵 這是分類 這是分類 那這是應用 所以呢 大概這樣就完成了一個樹 一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會有很多 比方還有環節動物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軟體 軟體 那我們今天就畫四個門就好 因為昆蟲那個結子動物是 很大一個門 所以我們另外一再畫 - 放到環節 - 放到環節就好 - 好,回去 - OK,所以這樣懂意思嗎? 新日圖要這樣畫,可以嗎? - 好,那,所以呢 - 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上課的架構 - 那我等一下會用同一片跟大家快速的介紹這幾個動物特徵 - 然後我們就開始來畫題 - 我盡量要縮短我上課講課的時間 - 因為我希望讓你們多一點討論跟刺激 - 你們一樣,對 - 你們除了發心度,也要提出問題,知道嗎? - 也是一樣提出幾個問題就好了 - 好,這我可以去3-0嗎? - 可以 - 什麼問題,訓練幾個問題 - 好